從孝二路到孝三路間 在城隍廟前的中一路人行道 包含四座公車後車亭 都已經被施工圍裡包圍 這是金融市政府的 中一路人行空間改善工程 除了環境改善 還包括公車後車亭整病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那個中一路上 城隍廟前面 那我們現在大概會進行的 就是從孝二路到孝四路 這一段的中一路人行路廊的改善 那改善的內容 包含鋪面的整修 以及設施物的整病 那目前看到以 那個孝二到孝三這一段來講 因為在上面的公車後車亭 是屬於比較老舊的 那我們大概也會進行一個整病 將原本是四座的公車後車亭 整病成兩座 那在人行道上方的一些設施物 也會一併來做一個整理 那包含數學 還有一些便電箱等等的設備 會做一個完整的改善 另外人行道鋪面 也將從原本的洗濕制 再換成高壓磚 避免因為天雨濕滑 威脅來往行人安全 有關鋪面的部分 我們目前採用的那個形式 是屬於洗濕制的形式 那因為洗濕制在天雨的 天雨比較頻繁的這個基隆 會比較容易濕滑 所以我們未來會把它改成一個 高壓磚的形式 來提高它的繁華係數 則工程工期大約60天 預計最快在9月底完工 施工期間 四座後車停包含102和平島縣 501國家新城縣 及502建德國中縣等 11條施工車路線站排 將暫時改到校二路85號前 停靠上下課 等中一路人行空間改善工程 完工後再遷回原址 提醒搭乘民眾注意 記者張其攤金融報導 下課 下課 他 Mong右膽 下課 下課